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秋特别节目 科技助丰收 马上播出 今秋十月 收获的季节 丰收的田野 成为了最美的画卷 海洋变身养鱼的牧场 河水里培育出了新品的鱼儿 挖道共生 无人驾驶 智慧农业 一众特技创新成果 齐上阵 助力丰收的喜悦 河北省康宝县崔老伯家里 种了两百多亩土豆 眼看这一笼一笼土豆开始成熟 崔老伯心里乐开了花 按照往年的经验 到了十月份 土豆收获就能有120万元收入 可让崔老伯没想到的是 离收获剂就差一个月了 土豆竟然感染上了病态 而这种病竟是让所有农户 都堂之色变的病害 腕易病 就是马铃薯的腕易病 传染以后 马铃薯的态量就下降了 不会找根儿 腕易病是由病菌引起的病害 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叶子上一旦出现小黑斑 就会迅速传染整颗植株 造成大面积的枯萎死亡 如果赶上近期有风 病菌还会加速传播 三天已经是发生了病斑了 一个礼拜就估计是全株都死了 好在洪是崔老伯的侄子 现场他带着我们在田里查看了一圈 受灾情况令人触目惊心 如果任其传播 剩下的也将难保 土豆大面积死亡 崔老伯一年的辛苦就达了水漂 腕易病传染性虽高 但是专业的药剂却可以遏制病害的蔓延 可是崔老伯家有200多亩的秧苗需要打药 靠着人工背着药桶去喷洒 不仅会危害身体健康 而且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一定传播速度非常快 按传统的人工打 那么该如何保住尚未受灾的秧苗呢 好在洪联系到了 有着十余年无人机研发经验的专家 王明 他曾在疫情期间帮助了很多农户 完成了喷药的工作 你看这个叶子 这个蜘蛛 对 已经发生了病害了 全枯死了 不过是短短几天的时间 手在羊苗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土豆的生长 你看这个产量 这劲啊 看上没 这是土豆 这个可够小了 我看还没有一只汤 对 这个应该是减产后的结果吧 整株都死了 已经就不生长了 你看啊 我现在给你 再跑一棵叶比较绿的 看啊 这个就是毛病少一点 好的 好了 来 我给你跑一下啊 哦 能看到 哦 这个相差很大 对 因为这个蜘蛛早早就死了 现在就是已经停止生长了 所以说是这个个仇 它就没长大 这个基本上就没什么用了 这土豆 当对整片田地查看后 王明发现了个棘手的问题 由于翠老伯的这片土豆秧 从西向东 受灾情况差异很大 西边的秧苗顶花带叶 只有轻微的病害 中间的秧苗只是部分枯黄 病害程度一般 而东边的最为严重 有大面积枯死 在这种情况下 就给无人机喷洒农药 带来一定的困难 用无人机进行一个均匀的喷洒 药剂大了以后啊 看这个不严重的 有可能产生要害 就是副作用 咱们说的 你看这个 打得轻了 有时候是治不了 由于土豆秧苗受灾的情况不同 因此喷药的剂量也应该有所不同 但通常无人机试药时 都是定量均匀喷洒 那么像翠老伯家的土豆地 受灾情况差异很大 该如何让无人机完成精准试药 就成为一个最大的难题 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也是研发了一款 专门用于测绘 咱们这个地块信息的这一款无人机 通过光谱 一切来抓取 不同地区 不同状态的 植物的生长的 这么一个颜色图片 王明提到的光谱 可以利用农作物 不同波长光线的反射能力 检测到庄甲的各种状况 并生成光谱图 根据光谱图精准试药 就能有效避免 错伤无辜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农田检测 我们可以先点击一下 那个开始检测 这个时候我们的测绘机 就已经开始储仓 开始对这个农田进行测绘了 针对崔老伯农田 病害程度不一的情况 测绘无人机 很快采集完信息 得出了分析结果 绿色的最轻 青黄色次质 红色最为严重 这个就代表 它们的病虫害的程度不一样 那么绿色呢 就代表这个虫害 基本上是没有 我们看这个黄绿相见的 它就是有一定的虫害 那么红色呢就说明我们这个 病虫害已经是很严重了 将这个张处方毒 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 然后呢 在下传就可以进行一个 变量精准的喷洒 就像精准的导航地图 无人机有了这张病害光谱图 就会按照图中所示的受灾情况 进行农药的变量喷洒 那么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简慎起见 在行动之前 团队做了一个模拟测试 只见王明拿了一些小黄纸 并把它们分别架在了 不同地块的央苗上 这个水面纸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咱们无人机在飞行过去之后 在这个上面会留下小蓝点 那我们通过去判断小蓝点的多与少 从而判断咱们无人机 在整个试药过程当中 是否达到变量的要求 为了检验无人机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对症试药 研发团队特意选取了三个 不同病害程度的地块 并将黄色的水面纸放到其中 那么无人机能完成精准试药的任务吗 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点 就是刚才咱们无人机飞行过后 施下的农药 点越多 咱们施洒的药液就越多 因为这块的病情比较严重 用蓝色的标志物代替农药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这片受灾最严重的区域 水面纸上面的蓝点密密麻麻 表明施药量较大 而中等受灾的区域 施药量有了明显的区别 它这个好像明显比刚刚那个少很多 对 我们可以和刚才的那个来做一下对比 那这个是刚才那个严重区域 它的湿药量就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点状物 那我们这块呢 较轻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点很少 两个受灾程度不同区域的水面纸上 蓝点数量差异很明显 对于病害最轻的区域 无人机的喷洒效果又会如何呢 这个上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点 其实 对 那同时呢 我们可以再和刚才的 两个不同的区域的试质 来做一下对比 您就可以看到 它每个不同的区域 湿药量实际上是有很大变化的 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最严重的 这是不怎么严重的 这是最轻的 从模拟测试的结果来看 无人机对症下药的效果 还是非常明显的 看来崔老伯受灾的土豆殃苗 终于有救了 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无人机朋友需要多次起降 不断充电 有什么办法能让充电 变得更快捷方便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当无人机开始大免机失药时 研发人员却首先在 崔老伯的农田附近 架设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原来这是一个 停靠无人机的方舱平台 相当于机库 由于崔老伯土豆殃苗 受灾情况比较严重 只进行一次喷药 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需要每隔7至10天 再经过两次的精准施药 才能彻底阻止 并害蔓延 通常大部分无人机 都需要操作员 在现场操控作业 虽然时间节省了 但需要专业技术人员 驱车赶往现场 才能实施 如果农田受灾严重 得不到及时处理 同样会带来损失 但有了这个方舱平台 就能彻底实现 无人机的全自动化操作 这个方舱平台分为两个部分 较高的舱 用于专门存放光谱测绘无人机 较低的平台 用于存放失药的无人机 为了确保剩下的土豆殃苗 茁壮成长 团队计划将无人机 留存在田间 这样就能实现 远程遥控喷药作业 田基确认起飞 在现场 科研人员用手机就完成了第一次的精准朋友工作 咱们这个方舱的无人机 实际上是在刚刚我们这个测绘无人机 把信息抓取完成之后 已经把信息发送到我们后台的指挥中心了 它已经接受到了前端的指令 目前就是在这片地来进行变量的喷洒 整个过程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一个全自主的一个过程 前端是没有人来能够进行干预的 原来这个平台装置还有个重要的作用 它还是一个控制无人机的指挥中心 有了这样一个驿站 就可以完成远程遥控 让无人机自主喷药 而实现无人机的自主喷药 其实这也是研发团队对未来智能化农业的一个设计 就像电动汽车需要布设足够的充电桩 研发团队尽望未来在很多的田间地头都能安装类似的装置 就像一个个无人机的驿站 不仅可以停靠 还能有充电桩完成自动充电 从而实现自动检测 自动导航作业 自动返回等一系列的工作 成为农田的智能助手 如何完成无人机的自动充电 是研发团队早就想解决的问题 在之前的话 如果使用咱们传统的那个接头 是满足不了这个自动充电的过程 目前市场上很多设备的充电 大多是人工操作 才能与接口严丝合缝来完成 而想要实现无人机 自动寻找插头完成充电 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研发团队并没有退缩 而是不断地在大胆尝试 为此团队专门制作了一个实验起降台 来完成自动充电桩的设计 平台上设计了一个60厘米乘60厘米的正方形 它能够在这个我们框定的这个方框里边起飞 然后一会儿呢 做完业之后 无人机会自动地返航回来 再落到这个方框里 要想摆脱人力 无人机首先要能精准降落到 起降台上限定的方格中 如果降落位置和出发位置能够吻合 则有希望实现充电 我现在点击自动起飞 然后进入到自动作业模式 点击确认 这是我们之前测绘的一块信息 那我们呢 可以就直接在家里边来进行这个操作 这个现在是不需要摇空气了 对不需要 无人机作业完后 开始返航 目前降落的这个精度 还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左右的话 我们还差了几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 然后前后的话呢 我们也差了几厘米的一个距离 所以说差一点都不行 对对对 实验反复进行了几次 无人机都无法降落到方格中 如此一来 无人机很难实现自动充电的功能 机器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没有办法达到咱们现在预期要求的精度 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自动充电桩和自动加热泵 位置的精度至少要求在毫米机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团队成员提出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要想实现无人机的自动化管理 就要让无人机能够自动充电 但是团队要用什么方法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团队成员提出的方式 是借助外力辅助无人机归位的方式 比如我们要让一个钢珠落在桌子的圆点上 当它自由落体 无法准确定在圆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它的旁边设置四个杆子 让杆子把它推到指定位置 经过反复讨论调整 团队在起降台上加装了推杆 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计 来帮助无人机准确降落到指定位置 听看现在已经落下来了 已经归到位置上了 无人机归位后 充电装置自动升起 自动连接 自动充电 无人机完成了自动起飞 自动喷药的工作 如此一来 整个装置就真正实现了 无人机自动管理 自动作业的功能 成为田地真正的智能助手 崔老伯家的土豆地的晚一病治好了 下个月他将享受收获 带来的喜悦 农业创新 还会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 创新渐行时 今秋特别节目 科技助丰收 下集继续为您讲述